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我在想啊 如果那次我不把你和你妈妈从香港接回来 她会不会 就不会走了 舒婷啊 你你千万别挂电话 我就说一句 我知道我不该再打扰你和孩子 可是我上周刚刚确诊 医生说是绝症 治不好了 我 我 我就想 再和你见最后一面 等多久了 确诊以后就来了 就说在你对面那酒店 那香港的酒店 房间又小又长 物价又死贵的 那就回去啊 我钱快花完了 回不去 什么病啊 治疤 医生说吧 就这样了 什么病啊 我看 那我走了 老婆 你要有心理准备呢 干眼症是什么绝症 你干眼症是什么绝症 你干眼症是什么绝症 就是 就是医生说 目前没有药能吃好 要一直滴眼药水 不会缠染的 那吓死我是不是 这确实是绝症了 治不足 我现在在香港没有钱 你能借我点钱吗 你来香港找我借钱呢 不是 我本来想你要不回去的话 我就在这边捡破烂什么的 然后每次 说的话自己信不信啊 你来香港到底干吗 最后一次机会 接你回去 我都偷偷来接好几次 就站在上面看着你下来的 那我回去吧 你和孩子不在啊 我每天都丢了还你啊 干眼症 真的 我听你的以后 你说什么我都听 我约法三张 十张都行 第一 用你现在的身份 把所有的产业洗白 以后 我们就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 我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我还进了上海 第二 绝对不能再杀人了 第三 无论以后你的生意做得多大 绝对不能让儿子沾手 好 我答应你 你想清楚再答应啊 我发誓我肯定能做到 老婆 我得了绝诚 没有你我不信他 你别假的你太假了你 你别假的你 我去丢下 你丢下 你别假了 你别假了你